第171章 出了宫上了马车 太夫人才低声地道 皇后娘娘和你都说了些什么 十一娘简洁地把两人的对话告诉了太夫人 这样大的是 娘娘不免悠悠彷徨 还请娘不要怪我自作主张 她有些不安地望着太夫人 太夫人就叹了口气 拍了拍她的手 你说得很好 只是要记得 眼多必失以后不要再这样冒险了 毕竟只有十四岁 一出手就说服了皇后娘娘 以后心里不免生出骄纵来 对她以后不好 十一娘见太夫人没有责怪 大大松了口气 自己这份形式毕竟是没有经过同意的 念头转过 这已行至徐府垂花门前 两人换了轻微小油车去了太夫人那里 三爷 我爷 二夫人 三夫人和五夫人早已在等 看见两人 分分为上前 三夫人更是急切地道 皇后娘娘怎样了 太夫人打非所问 道 都坐下来说话吧 又对十一娘道 你也回去换件衣裳 然后由杜妈妈扶着进内室更衣去了 众人就全望向了十一娘 太夫人没有开口说话 她哪有资格说什么 这一刻 她很感激太夫人让她回屋换件衣裳 避免被这些人围堵着问情况 十一娘朝屋里的人扶了扶 转身回了自己屋子 没想到徐令仪在屋里等她 她立刻将去宫里的情况解明地告诉了徐令仪 徐令仪听完挑了挑眉 你好大胆子 竟然敢说皇后娘娘让我怎样就怎样 她要是真让我去杀了太后 难道我还真的去杀了不成 兄弟起心 起立断经 许家有兄友秋贺的二夫人 聪明伶俐的五夫人 还有承稳忠厚的三爷 现在又解决了皇后娘娘的心病 要是大家能拧在一块 纵有惊风亥雨 相信徐府也能渡过难关 十一娘心情大好 自己都知道 徐令仪难道还不知道 她觉得徐令仪心情也应该不错才是 这样说 十之八九是和自己开玩笑 因此灿然一笑 侯云文韬我略 又一波云天 想爱这点小事难不倒您 徐令仪天一正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人 挡了脸还真能吓人 好在自己不是被吓大的 十一娘看着 不由抿着嘴笑起来 快去更衣 徐令仪眼中带笑地望着妻子 我们好一起去娘那里 十一娘服了服 由兵局服侍去了进房 收拾妥当和徐令仪去了太夫人那里 太夫人刚出进房 正由三夫人服侍着喝茶 接两人进来 叫小丫鬟加两把椅子 大家重新按掌右坐下 小丫鬟给徐令仪和十一娘上了茶 太夫人这才道 大家不用担心 皇后娘娘只是偶然风寒 如今已大好在座的都是人精 没有一个人相信 反而脸上都露出几份紧张来 十一娘看着不由微微叹气 二夫人听着就笑着站了起来 娘一大早进宫去看皇后娘娘 想必也累了 既然皇后娘娘没事 那我们就退下吧 太夫人微微点头 三夫人看着眉宇间就露出几分几切来 她忙朝着对面 三爷使了个颜色 三爷看着微微醋眉 侧过脸去 再看其他人 就已站起身来 她咬了咬牙 大声道 等一等 屋里的人都吃惊地望着三夫人 三爷更是朝着三夫人直摇头 三夫人看得分明 可大家的目光都落在她的身上 她也是溅在弦上不得不乏 索性映着头皮道 娘 简戈儿翻过年来就十二岁了 我想是不是要在外院给她单独开个院子 说着有些怯生生地望了太夫人一眼 当年简戈儿是出水痘 我心痛她 所以留了一年 如今她年纪渐长 内院又有增减 再留就不太好了 太夫人沉吟道 你说的也对 简戈儿年纪不小了 是应该单独开个院子了 三夫人听着脸色不由一百 这段时间发生了些什么 虽然没有人对她名言 她盈盈也猜到了些 今天太夫人进了宫 她趁着这机会回了一趟娘家 和娘家的大嫂说了说家里的事 大嫂告诉了她很多事 对徐家眼前的困境 她就更清楚了 她原还想再等等看 可现在看来 却是等不得了 三夫人明着是提徐四俭单独开院的事 实际上是在问三爷 还能不能外放 如果开春就外放 自然也就不用心事动众地在外院 给徐四俭再置个院子 如果不能外放 以徐四俭的年纪 肯定是不能再留在内院了 这个时候问这样的话 很不合时宜 念头一闪 十一娘已明白三夫人的意思 她忙偷偷地拉拉拉徐令仪的衣角 徐令仪听三夫人这么一说 也有些明白她的意思 只是太夫人正和她说话 她不便插嘴 此刻十一娘把她的衣袖一拉 她不由在心里微微一笑 十一娘好像越来越凌厉了 她想着 反必捉住了正拉着她衣角的那只手 十一娘很是意外 且而很是尴尬 她这是什么意思 要是让太夫人看见了怎么得了 忙挣扎着想抽回自己的手 可她紧紧地攥着 抽了几次也没有抽回来 正急着 却听见徐令仪声音平静地道 娘 我看这件事到时候再商量吧 这眼看着要过年了 事情又多又杂的 听见徐令仪开口 大家的目光都望了过来 十一娘见了忙面带笑容 端庄地站在徐令仪的身后 任她攥着自己的手 徐令仪的话 无疑是在告诉他们 这件事还有转机 三爷和三夫人听着都目光一亮 三夫人立刻笑容满面 侯爷都这样说 那我们就听侯爷的了 徐令仪微微一笑 快速地松开了 攥着十一娘的手 然后打了胆衣精 淡淡地吩咐十一娘 我们先回去 娘也好早点歇下 说着 忙手走了出去 十一娘忙朝着屋里的人扶了扶 匆匆跟了过去 一路上 徐令仪面容冷俊 让十一娘不禁怀疑刚才的一切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却没有发觉 徐令仪在她不注意时 微微翘起的嘴角 因为哥在各屋里吃饭 饭后 徐思玉和钟哥来给徐令仪和十一娘行礼 正好三位姨娘过来问安 大家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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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色不早了 大家都散了吧 三位姨娘 并徐四玉 真姐真哥 屈膝行李 各自回访 十姨娘把真哥 现在每天跟小丫鬟 踢剑子跳绳的事 告诉徐令仪 她只有有不足执政 这样动一动 身子骨渐渐 也就强壮起来 虽然说真子力士 休养学是很重要 可身体健康更重要 有些事 却是急不得的 等明年找了先生 来给她启蒙 慢慢就会好了 也只能如此了 徐令仪苦笑 十姨娘问她 豪爷是在我这里 洗漱了过去 还是过去洗漱 二日子 她应该 写在我姨娘那里 徐令仪道 今天我就写在这里 家里家外这么多的事 她明显没什么心情 前些日子 应该写在秦姨娘那里 她去了一次 其他日子都写在这边 何况今天她还进宫 去看了皇后娘娘 应该有话对自己说吧 十姨娘让人去给文姨娘说一声 就说豪爷今天有事 不过去了 然后铺床服侍徐令仪上了床 徐令仪先是细细地问了问 皇后娘娘的情绪 知道皇后娘娘好多了 她微微叹了口气 可能是听到皇后娘娘 是接着问她吃药的事 把她叫到一旁的 又问起她这段时候吃药的情况来 柳一正说要吃几个月才能见晓 一时倒也没什么感觉 徐令仪吩咐她 你要按照柳一正说的 好好吃药才是 万万不可马虎 十姨娘当然不敢马虎 谁敢担保不会有个万一 如果万一她真的有了身孕 你现在的年纪和情况是很危险的 要是能用药物调养调养 生存的机会要带很多 她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徐令仪犹豫了一下 突然道 明天我会晚点回来 和皇上说说话 这开样子 是下定决心打杯琴牌了 十姨娘自然要鼓励她 这样后夜过年前 就可以在家里休息了 七生已不用每天丑时就起了 徐令仪听着不由笑起来 辞了官以后行事可没有现在这样方便了 是指官场上人走茶凉吧 一个品尝过权力滋味的人骤然放弃 心里肯定会有失落感的 十姨娘故意插科打混 你如今当着官 我也没感觉到行事有什么方便的 倒是觉得极不方便 想开春了把院子整一整 还想在穿堂前种石榴树和玉兰树 您在家可方便了我请人来修整院子 她必须回避 到时候有什么要求 只能通过管事的跟那些工匠说 哪有直接跟徐令仪沟通来的方便 自在 徐令仪也听说出 不禁失效 你就为这个让我辞官 十姨娘继续和她胡扯 那是 我仔细想过了 发现当官完全是个亏本的事 先不说每天早起 厨房的因此而跟着要做两顿早饭 就说这俸禄与花小 她给徐令仪算这账 仅是人情渴望就不便宜 不做官了 有些可应酬 可不应酬的就可以不应酬了 徐令仪听这妻子胡说八道 此官的畅往不由淡几分 第172章 十姨娘仔细地将玉佩挂在犀牛角的腰带上 然后只起身来 打量着穿着大红蛛丝官服的徐令仪片刻 笑着 好了 徐令仪点了点头 那我上朝去了 侯爷一路小心 十姨娘帮徐令仪披上斗篷 送她到了门口 徐令仪用了一声 由赵颖服侍着出了门 望着渐行渐远的大红灯笼 十姨娘站了一会才回屋 小妖花们正捏手捏脚地收拾饭桌 琥珀服侍着她进了内室 夫人要不要再睡会不了 她这几天在赶屏风 我绣会花吧 中午睡个午觉就行了 琥珀音声将她的花架子搬到了炕上 坐下来帮她奋献 和她聊这天 前两天 由袁瑞家的来见过我 我看您正忙着 就没有作声 可是为了带险的婚事 十姨娘手并不停 淡淡地问她 万一宗家的不肯松口 不是琥珀笑道 那万一宗家的 还以为您是要处置不听话的婢女 所以一直不敢答应 后来听说是您身边的人 到了年纪要放出去 一时喜出望外 立刻应了 求着刘元瑞家的来说亲 我瞧着她那样子 就有一给拖了拖 让他们也急一急 十姨娘不禁失笑 你啊 琥珀言了嘴笑 刘元瑞家的一直要来给您报信 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见见她 十姨娘成言道 就明天吧 冬青今年都足足二十了 如果能在年前定下来 明年开春就把事办了 也免得她这样窝在屋里门都不能出 琥珀立刻笑嘻嘻地赢了 正好冬青进来 琥珀不免望着她只笑 冬青胡获 这是怎么了 八字还差一撇 又怕冬青害羞 十姨娘忙到 没事 没事又问她 我让你绣的帕子 你可绣好了 一般的刺绣都是些复杂的花鸟 初学的人多位其难 她画了几个很简单的花草图案 用来诱惑会姐儿 因为自己没有时间 就让冬青帮着绣了 冬青忙那腾框立的帕子 给十姨娘看 绣得还不错 十姨娘笑着将帕子收了 南勇媳妇过来了 你给我说个高计吧 她平日都是随意挽个嘴儿 前两天家里的事多 爱嫂没走成 今天吃了早饭就回西山 我等会要去送送她 南勇媳妇笑着应试 服侍十姨娘到镜台坐下梳了头 十姨娘换了件粉色小袄 蓝绿色宗群去了太夫人那里 二夫人的香笼都已经收拾好了 正和太夫人画别 十姨娘给太夫人问了安 和二夫人行了礼 三夫人来了和五夫人以前以后进来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叮嘱着二夫人 要她注意路上安全 要她有什么事 就差人来家里抱一声 直到四时 才把二夫人送出门 这些日子 二夫人一直陪着太夫人 一旦离开 不免有几分怅然 好在徐四勤 徐四玉和徐四俭 都不用去上学了 天天在太夫人屋里嬉闹 十姨娘又领了真姐 到太夫人那里坐针线 屋里十分热闹 太夫人的心情很快好了起来 看着天空放晴 还特意让杜妈妈 请了五爷和五夫人 过来打叶子牌 五爷笑语连串 逗得大家只笑 有小四跑进来找她 说是爷的周时 也在翠庆楼和柳辉方 唱滚楼的时候 她曾经给爷拉过胡庆 我一听着脸色大变 道 她来干什么 又急着起身 我去看看 五夫人看着若有所思 太夫人却脸色一沉 你给我站住 我爷听着脚步一致 面容显得有些苍白 眼看着要过年了 太夫人眉宇间带着冷峻 这些人来找你 没有什么好事 然后吩咐杜妈妈 去拿二十两银子 然后对那小四道 你去跟那人说 我也有客 不便出盈 这二十两银子 就当是五爷 请他酒喝得小 撕接了银子 迎生而去 我爷却有些坐立不安的 娘 我还是去看看吧 怎么 太夫人目光 锐利地望着五爷 觉得我给得少了 不是 不是我也忙到 我是怕他吵起来 还反了天了 太夫人面带韧色 他凭什么吵 我不是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 没有五爷眼底 闪过一丝惶恐 娘 我夫人突然笑道 我爷带人一向宽和 这样拿钱打发了 想来是怕人觉得 爷的架子大 有些不安罢了 我爷听了盲点头 正是 正是 我爷像带他们 如亲兄弟似的 太夫人一听 拍的一声 就拍在了炕桌上 带他们 如亲兄弟 在屋子里 嬉闹的孩子们 坚行事不对 都纷纷净声 平气地站到了一旁 我也就是这样 不会说话 我夫人笑着 拉了太夫人的衣袖 您别和他一般见识 又喊我爷 还不快给娘陪不试 我要一个机灵反应过来 上前给太夫人陪不试 望着满脸沮丧的儿子 太夫人的好心情全没了 他放了叶子牌 时候不早了 你们早点回后花园吧 免得天晚了路滑 我夫人听着 就下康穿了鞋 和太夫人说笑了几句 和五爷回了后花园 路上 我夫人问我爷 你有什么不能跟娘说的 和我说也是一样 我们夫妻同心 总能想出办法来的 我爷班上没有说话 眉头却皱得紧紧的 回了屋 我爷悄悄地 躺在临窗的大炕上 很是无趣的样子 我夫人亲自端了热茶过去 爷 来喝杯茶不想喝 我爷慢慢地 我夫人也不勉强 陪在一旁做针线 我爷一直翻来覆去的不安生 到了吃饭的时候 他草草地扒了几口 就起身要去找徐令义 我总不能天天这样待在家里吧 我夫人笑着送他出了门 等会要不要我去找您 免得侯爷骂其人来 没完没了的 我也垂着脑袋 拉了五夫人的手 担扬 很是感激的样子 我夫人眼秀而笑 我和五爷是夫妻 我不帮着五爷 还有谁能帮着五爷 我也点头 催她 你快回去吧 外面冷 你路上小心点 我夫人点头 立在门口 一直望着五爷远去 感觉到什么事的 我又回头 远远看见门口大红灯 弄下妻子从容的面庞 笑着挥了挥手 快进去 我夫人笑着朝他挥手 直到看不见丈夫的身影 这才回了院子 石妈妈立刻上前 搀扶着五夫人上了 看 怎样 可查清楚了 查清楚了 石妈妈低声道 那人就是柳慧芳 林源世家出身 两个叔叔 一个堂兄 也都是文明艳京的明爵 不过资源品行不好 喜欢喝酒 三年前把嗓子给喝到了 从此以后 再也不能登台唱戏了 我夫人听着眉头紧锁 那我也怕什么 听他那话里的意思 我也出手大方 又好面子 石妈妈缓缓地道 想来是别人都求不到了 只好来求我爷 就这么简单 我夫人却是不相信的 又不想往那烟渣的地方向 石妈妈哪里不明白 索性道 也可不是那样的人 要不然 长生班何必把小海棠 送给中山侯府的三少爷 何况我看柳慧芳现在的样子 满脸胡须 又肥又胖 哪里还看得出半点当年的风采 你懂什么 我夫人忧心忡忡地道 要是那柳慧芳变成这个样子 还让也惦记着 那可比把小海棠收下 更让人担心 只要没放在心上 我夫人对丈夫逢场作戏 根本不在乎 那我再去打听打听 我夫人点头 那边徐令仪正和石一娘说着话 我说有祖壁之阵 今年的天气又比往年都要冷 实在是痛得厉害 想辞去武军都督府都督一职 皇上怎么说 石一娘紧张地问道 皇上不同意 徐令仪苦笑 还问我是不是因为五皇子的事 那您怎么说 我跟他讲了家里的事 徐令仪道 特别说起专格 从小有不足之症 早些年在外打仗 后来又忙于朝政 被娘和原娘宠得厉害 他现在每天只知道 跟着姐姐玩翻绳 玩丢沙包 虽然不指望他文武成才 也不能被养成个顽固子弟 趁着他年纪还小 我想多花些精力 好好教导他 你的丢了徐家的脸 他的语气很是无奈 看得出来 并不完全是为了辞官 所以拿尊格说是 皇上听着眼睛一红 说 原想尊格大一些了 让他进宫 给五皇子陪读的 说到这里 他语气顿了顿 温起我的足臂之症来 我说玉院医的几位玉医 都看遍了 也找了些民间的偏方 现在却是越来越严重了 然后和皇上谈起西北之事 说西北现在虽然平静 当五年十年之后 免不了再起乱战 让皇上趁着这机会 将那些信任的代位 武将调过去 让他们历练历练 一来是他们在皇上身边多年 忠诚能干 二来皇上赏了这些救人虔诚 那些新人看了 自然知道该怎样做 三来可免 西北后继无人 又趁机把想让三哥出事的事 告诉了皇上 说这样一来 也算是体体面面 把家愤了 语气很伤感 许令仪 完完全全 彻彻底底地放开了手中的权力 十一娘惟然 继而沉默 班上才到 皇上同意了吗 第173章 皇上沉默了半 赏 我再三请辞 最后还是同意了 徐令仪表情淡淡的 还说 三哥既然想外放 品阶也不能太低了 问放到江浙 做个知府之类的行不行 我说 做官是小 主要是大家 能不伤起面的分家 到江浙做知府 只怕会让御史弹劾 还是放个不起眼的县城 做个小县令的好 皇上听着没有作声 我看着 不相反对的样子 这是多半会成 可这样一来 皇上也算是 委婉地同意了 徐令仪的辞职 私层间 有小妖婚进来 禀道 为求见 这个时候 她来干什么 徐令仪恶然 又皱了眉 问十一娘 她这段时间 是不是待在家里 有没有出去 可怜的五爷 徐令仪都成了条件反射 第一件事 就想到她闯了火 但想到今天 那个什么拉琴的人 要见我也使 我也得反常 十一娘 也不由朝这方面想 她忙将这件事 告诉了徐令仪 不知道 是不是为了这件事 徐令仪听着脸色铁青 匆匆去了冬刺监 十一娘 不知道 徐令仪会不会 歇这边 想了想 还是照着 原来的样子 铺了床 刚收拾好 徐令仪 怒气冲冲地 走了进来 这么快 就谈完了 她一副 没有看见的样子 笑着问徐令仪 要不要我服侍 一熟洗 徐令仪没有搭枪 人却在屋里 团团转 这个没脑子的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长进 十一娘知道 她这是在说我爷 笑道 侯爷也是 刚才还说真哥 说你先在外打仗 后忙于朝廷之事 有所疏忽 这才养成 她如今懦弱的性格 我也还不是一样 她早年丧父 几个哥哥各忙各的 也少了教导之人 侯爷不日就要此关了 以后在家里的时候也多了 何不趁着这机会 和我也好好说说 这样见到她 就板了脸 她有事自然不敢跟您说 等事情不可收拾了 你还是要帮着 去收拾残局 还不如彼此和和气气的 她有了什么事 也好及时和您商量 您也可以及时指点 她是对是错 她知道哪些事能做 哪些事不能做 慢慢就好了 她都多大了 许另一气氛男人 还要我告诉她怎么做 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 已经在苗疆平乱了 手下实际有经验的大将 我什么也不懂 偏偏在他们面前 半点风声也不敢咯 半夜跟着那些小力 从怎样钓拔 均享粮草先学起 第二天早上 起床应付当天的琐事 要是人人都像侯爷这样 那可怎么得了 十一娘听着嫣然一笑 许另一泄了气 扬扬地坐到了床边 十一娘叫小丫鬟 打热水进来 吼一趟趟脚 有什么事好好的说 总是骂上千句万句 事情总得帮着解决 许另一歪在了大营枕上 我也知道 就是觉得太不成器了 要不然家里何至于如此 所以我说不能让三爷和三嫂 带着怨气出去 十一娘接过小丫鬟的铜盆 放在了徐令仪的脚下 帮她脱了靴 还有两个孩子 以后我们真哥 还有人帮衬呢 徐令仪没做声 仁十一娘帮她烫脚 那边太夫人也在问杜妈妈 可查出来了 查出来了 杜妈妈道 我一唱戏 就是跟着这个柳慧芳学的 虽然没有拜师 但五爷开了海口 每年给这个柳慧芳 二百两银子的养老钱 后来五爷澄清 虽然和这个姓柳德没有了来往 但还是每年差人送二百两银子过去 姓柳德拿了这二百两银子喝酒嫖妓 倒也没找五爷 今年雪大 燕金的米家分了几番 她说是日子过不下去了 这才来请我也赏点银子 还厚颜无耻地说 就当是从明年的银子里扣太夫人气的发抖 我怎么生了这样一个逆子 多妈妈忙劝道 我也这不是知道错了吗 要不然 这些年也不会渐渐断了来往又到 我听说五爷刚去找侯爷了 想来示威这件事 有侯爷出面 您就别担心了 太夫人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又回到屋里 五夫人已经歇下 她在五夫人屋里熟悉后 她这些跑进内室 钻进了五夫人的被子里 五夫人被惊醒 吓了一跳 你这是怎么了 妻生怀着身孕 服侍不了 我也没有作声 伸手摸着妻子凸起的肚子 怎么了 我夫人柔声道 要不 让小梅到妻生屋里来服侍 我又不是天天想着那事 我也都挠道 不用了 五夫人笑 切身不是怕爷心里不舒服吗 我也没有作声 我夫人知道她的性子 叫职业的丫鬟吹了灯 稀稀苏苏的躺下 位在了丈夫的怀里 正朦朦胧胧的想睡 突然听到丈夫悠悠地道 丹阳 只有你对我最好 别的人 不是想我的钱 就是想借我四哥的事 丹阳 只有你 对我最好 黑暗中 我夫人大大的松了口气 总算这个浪荡子 还有些良心 知道谁对她好 还是太妃说得对 男人都是孩子 就看女人怎么调教 她倾着微笑 进入了梦乡 柳辉方的插曲 虽然让歌坊都反忧了一下 却没有影响 许府正常的生活 许丽宜进宫 却见了一次皇后 于腊月十八 上书提出辞官 皇上没准 但允许她 在家休养一段时间 太医院的太医们 三五成群的 网永平侯府跑 药方子开了一大堆 却没谁敢说 能治好许丽宜的病 十一娘服侍在一旁 有太医进来 要回避 拿了太医的方子 要差人去抓医 不时还有武军都督府的 兵部的 法院世家的旧友 前来探病 忙得团团转 好在很快就到了万寿节 大家都要进宫贺寿 许府这才安宁下来 因为不是整身 所以只在万寿节那天 错了巢 京中四平以上官员 和内命妇进宫贺 皇后娘娘的精神 明显的好了很多 和长公主的人说这话 看见十一娘 让女官请她过去 天气冷 你要多穿点 才是十一娘衣 正望着周围 和自己穿的一模一样的 命妇们立刻明白过来 皇后这是在对她表示关心 她恭敬的屈膝行李 和以前见皇后娘娘表现的 没有二样 多谢娘娘垂问 皇后娘娘看了她一会 点了点头 和身边的长公主说起话来 十一娘公顺的立在一旁 听着大家说话 为顺雁开席后 巡归岛举的随大家入席 看杂耍的时候 在太夫人身边服侍 一举一动 没有半点跃见的地方 皇后娘娘 看看微微点头 私下对皇姑姑道 原来觉得她出生低 年纪小 委屈了侯爷 现在看来到 是我们心生狭隘了 皇姑姑笑道 娘娘也没有看错 只能没想到 侯爷竟然有这样的福气 取了个结羽花回来 两人正说着 有那时高声道 皇上驾道 皇后娘娘整了整衣 金引了上去 没等她败下 皇上已将她写起 请了身边服侍的 和皇后娘娘到冬烧间说话 小四的事你可知道了 皇后娘娘点头 坦然地道 她前两天进宫跟我说了 我也觉得好 正准备万寿节过后 和皇上说说这些皇上威 正 皇后娘娘叹道 你也是知道她性格的 总是有什么事 也是打落了牙齿和血吞的 早些年 她和原娘闹成那样 子嗣单薄 二哥早逝 二嫂纵有文姬之才 爱着双聚的身份 家里的事也帮不上什么忙 三哥是个老师的 偏偏三嫂个性强 这几年一直闹着分家 吵得家宅不宁 我爹我不说 你也知道 与其一致 在外面养戏般包戏子 这家里 全烂小四撑着 她是当着您的面要强 我听四弟妹说 每天晚上都要用热水 给她烫膝盖 有时候只嫌不热 皮都烫坏了 说着 落下泪来 说起来 她也是法月之后 堂堂从二品的大员 别说像她这样的 就是不如她的 哪个不是锦衣玉石 香车美人 她可是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 你好歹让她歇几天 皇上将皇后娘娘哭起来 满安慰道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些年辛苦她了 她和皇上既是君臣 更是郎旧 皇后娘娘掏出帕子 抹着眼泪 她帮您 您帮她 本是应该 可我想着 那天小四来跟我说的话 也有道理 之前是行事所逼 不得以为之 如今您是万民之父 贵有四海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苗疆暂定 西北无事 皇上要做文治武功的千古明君 接下来是就是文臣们的事了 她读书少 除了打仗 其他也不会 皇上的事也帮不上什么忙 做个谨守本分的臣子 给那些自认为拥立有功的臣子们 做个榜样 还是做得到的皇后娘娘遮话 还真说到她的心砍上去了 她想做千古明君 这要和文臣打好交道 偏偏那些拥立她上位的 都是些武将 最怕他们仗着旧宫阻挠她变心 皇上听着很是激动 总不能让她就这样子乐观 皇上糊涂了 皇后春怪道 有你一日 就有她一日 端着你这金饭碗 还怕她没饭吃 要不然 就凭她那本事 能二十七岁就做到太子少师 小四这点自知之明 还是有的 您就让她辞观吧 趁着现在功成名就 免得哪天一不小心露出马脚来 好不容易震下的名声就全完了 她丢了面子 也是打了您的脸 皇上一扫之前的忧心冲冲 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第174章 威朔节过了二天 皇上赏了很多的不要给徐令仪 皇后则赏了一件玄虎皮的袍子 一对玄虎皮的呼吸 那蕾公公更是笑道 皇后娘娘说 以后侯爷不用上早朝 可还是要注意早上寒风正鞘 这分明就是来给徐令仪报信 十一娘听着大大的松了口气 收了袍子 笑着对徐令仪道 过年的时候 穿一副精打细散的样子 徐令仪听着诗笑 起身去了半月盘 这段时间 徐四勤几兄弟 都在太夫人身边打转 十一娘让针灸过去了 家里轻轻静静的 她坐在炕上做针线 有小丫鬟来柄 公贤胡同那边 大布乃身边的好妈妈 来了这个时候 她很是意外 请了好妈妈进来 好妈妈穿着紫红色 张蓉偶 头上带了朵大红绢花 很是喜庆的样子 满脸是笑的行李 昨天大老爷带着四少爷 并心进门的四少奶奶 十二小姐和五一娘 三一娘回了京 大布乃特意拆我 来给十一姑奶奶报个信 想请十一姑奶奶 明天回去吃个饭 话音刚落 十一娘以哀哑一声 五一娘跟着来了 是啊 好妈妈笑容可居 家里也没有什么人了 总不能把五一娘 一个人留在渔航 大老爷说 我一娘就算是一心理佛 在家里是个佛堂就是了 把五一娘给劝了过来 十一娘已经有两年 没有见到五一娘了 说思念 好像没有特意想过她 说不思念 总觉得渔航有什么 让她牵挂 她有些发冷 好妈妈也笑道 还请了三爷和三嫂奶奶 四姑爷和四姑奶奶 五姑爷和五姑奶奶 十姑爷和十姑奶奶 看样子是家庭聚会了 十一娘深深吸了口气 回过神来 你去回了大波奶 我明天一早就过去 好妈妈脸上闪过一丝一味 十一姑奶奶可是上有婆婆 下有丈夫的人 要回娘家 竟然说也不说一声 就这样赢了自己 看样子 这位十一姑奶奶 也是颇有手段的人 嫁过来不过三 四个月 就已站稳了脚跟 念头闪过 她已笑着应试 两人又寒暄了几句 好妈妈起声告辞 十一娘打了赏 让绿云送她出门 心里不知道 是什么滋味的 待坐了片刻 然后让琥珀 去喊了东青 冰局和竹香过来 把大老爷从鱼航回来的事 告诉了他们 几个人听了都露出笑容来 特别是竹香 脸庞都明亮起来 我姨娘也来了吗 还走不走 夫人明天去见 我姨娘的穿得漂亮些才是 我姨娘看着也安心了 十分高兴的样子 十一娘看着心里 无畏俱全 也许最惦记 我姨娘的不是自己 而是竹香 对 对 对冰局连声音试 拉了竹香 却给十一娘挑衣裳 火婆却面露犹豫 要不要跟侯爷说一声 四郭爷 是个爱走亲戚的 五郭爷那个人 最会做人 肯定会去 万一侯爷有事 我们也好早做打算 言下之意是 怕许令已不去 到时候 同样是出嫁的姑娘 别人都成双成对的 只有自己孤孤单单 让人误会 被傅家嫌弃 没有面子 可是姨娘 根本没有想让她去 许令因为高权重 罗家从来不敢 用普通女婿的标准 来看待和要求 她去了不是冷场 就是正经危坐 何况如今 许令已又有足弊之争 更应该好好待在家里 才是 只是没等她开口 东清已到 侯爷是什么人 别说是四姑爷和五姑爷 就是四姑爷 也不能相比的 意思是 去那是给罗家体面 不去也是应该 十一娘 不喜欢东清 这种态度 有时候 别人能起到 你的背上去 是因为 你自己先 把药弯了下来 她就是再不喜欢 也是罗家的女婿 十一娘 淡淡的道 只是侯爷 如今有足弊之症 还是少走动为好 东清感觉到 十一娘 语气力的不悦 盲解释道 夫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侯爷行事很讲究 四姑爷和五姑爷 都只是有个 功名在身的人 怕侯爷去了 大家都不自在 十一娘 本想说东清几句 转念一想 她原来受的 这是这种 尊卑有别的教育 还是别让她 犯迷糊了 虽笑道 你说的也有道理 然后起身 既然明天 回宫贤胡同 太夫人那里 要去打声招呼 才是领着琥珀 去了太夫人那里 知道罗大佬也回来了 大不乃想让十一娘 回去吃顿饭 太夫人连声道好 难道大家聚在一起 好好回去玩一天 然后让杜妈妈 拿两只三十年的人生 送给亲家太太 拿了一包燕窝 给姨娘 拿了四只一模一样的 油金香南珠的竹花 给亲家小姐和新进门的四少奶奶 十一娘道了谢 问珍姐想不想和我一起去 珍姐二然 班上才男男道 我 我也去 十一娘笑道 十二妹也来了 她比你小两岁 性格也是很好的 你们说不定能玩到一起去 太夫人见珍姐犹豫不决 笑道 想去就跟着去吧 那也是你外家 跟着去玩 去珍姐而制裁公生应事 眼睛却像晨星般明亮起来 十一娘看着微微的笑起来 太夫人问起徐令以来 原来要上朝 现在不上朝了 也看不到眼子 十一娘忙笑道 侯爷去半月盼了 说是有事和幕僚们商量又到 侯爷虽然不用上朝 可眼看到了年官 各家都要应酬一分 不比上朝的时候轻松 太夫人没再说什么 十一娘就陪着说这行话 有小四跑过来禀道 周大人和王大人来探望侯爷 侯爷在外院设宴款待 说中午我就不过来了 晚上再来给太夫人问 爱真是说曹操 曹操就到 十一娘刚说徐令以应酬多 徐令以的应酬就来了 太夫人笑着 望了十一娘一眼 道 哪个周大人 哪个王大人 小四盲笑道 周世珍大人和王立大人 原来是他们两个 太夫人笑道 说我知道了 小四因生而去 太夫人对十一娘道 周世 征服成长公主的三儿子 从小和老四一起长大的 王立原是皇上前邸长使 现任公布侍郎 上宝四亲 细细地向她解释 看样子 这些人都是徐令以的好友了 十一娘笑着点头 暗暗记下 中午和三夫人一起服侍太夫人吃过午饭 这才和珍姐回了自己的住处 亲密明天要出门的衣裳 守时 要把罗家的情况向珍姐介绍了一番 免得她到了摸不清头脑 正说着 徐令以回来了 珍姐行李退下 十一娘笑着上前帮她截了斗篷 闻到她身上有淡淡的酒味 服侍她用热帕子擦了脸 又让人浓浓地喂了一盅茶 节节酒徐令以外在大饮枕上喝了茶 每一间少有的露出几分谢意来 这是在干什么呢 望着镜台上散落的首饰 她随口问道 十一娘就把大老爷带了五一娘回京的事告诉了她 让明天回去吃顿饭 要回娘家 她听着一阵什么时候回来 要问她 没请我吗 一副很是不解的样子 难道就一定要请你 十一娘失笑 但想着自己一边是婆家 一边是娘家 不能让她们的关系梳理 奉承道 哪能不请侯爷 只是我说侯爷有足弊之阵 帮着回了 又引寝地道 乔姨娘昨天晚上不是弹琴给您听了的吗 要不 明天我让人整桌酒席送到乔姨娘那里 你们喝酒 弹琴徐令以瞪着她 半爽才握了一声 然后指了茶钟 再握一钟来 十一娘让小妖环去握茶 徐令姨又指了另一个在跟前服侍的小妖环 去把白总管叫来小妖环音声而去 徐令姨就低声嘟挠了一句 十一娘听得不清楚 走过去道 侯爷有什么吩咐 话音还没有落 眼前一花 被徐令姨搂在了怀里 突然的变故让她不由小小的惊呼了一声 徐令姨已埋头在她的鬓角 今天都做了些什么 热气夹杂着酒气铺在她的面颊 加上低唇深厚的声音 气氛显得十分暧昧 十一娘的脸疼得一下红了起来 好爷喝多了 有点 徐令姨的声音含含糊糊的 手却伸进了她的小袄里 这可是大白天 她指知了跟前服侍的两个丫鬟 衣室门口还立着两个 还有厅堂的围杖前 大门口 十一娘急着去捉那只不老实的手 大白天的 你怕什么 徐令姨的声音力带着点细血的笑意 可惜十一娘太慌张 根本没有听出来 我头昏 你陪我睡一会 你不是叫了白总管吗 感觉到自己的裙带松开 十一娘真的急了 忙得推开她朝一旁滚去 绝望记身后是抗桌 稀里哗啦一阵碎此声 还有小丫鬟不知所措的惊呼声 两人都正住 十一娘的眼泪忍不住就涌了出来 真是欺人太甚了 这要是传出去了 她以后怎么做人 徐令姨望着还傻站在那里的小丫鬟 脸色沉得可怕 还不给我出去 小丫鬟慌不择路地跑了出去 十一娘一抿着嘴坐起来整理一惊 徐令姨十分懊恼 谁知道她屋里的丫鬟这样的美颜色 第175章 徐令姨见十一娘粉脸带怒 善善然很是无趣 一时间屋子里一片寂静 只听见十一娘稀疏地穿一声 正是这尴尬时候 有小丫鬟隔着脸子 切生生地禀道 白总管来了 徐令姨问了一声 急不走出去 不知道为什么 十一娘特别觉得委屈 眼泪云满了眼眶 夫人琥珀亲手亲脚地走了进来 看见满屋的狼藉 小心异地道 我打水给您敬脸吧 到了去太夫人那里的时辰 十一娘听着赶紧擦了擦眼角 点了点头 琥珀叫了丽云和洪秀两个进来收拾东西 和冰橘亲自吕秀服侍十一娘近了面 好言呢 总不能自己一个人去吧 不知道 琥珀斧着道 和白总管一起出去了 我这就拆人去打听 不用了十一娘心里有些寒 她又不是不知道 自己每天这个时候 都要去太夫人那边问安的 叫上珍姐就行了 琥珀听着露出为难之色来 珍姐一早就过去了 让小黎来说了一声 当时候也在屋里 珍姐肯定是不好意思和自己同行 而琥珀看见徐令姨在屋里不好禀报 十一娘点头 一个人去了太夫人那里 徐四俭正和珍哥在院子里打陀螺 看见她进来 忙上前行李 徐四俭更是道 你一个人来的吗 怎么不见四叔 哦 十一娘淡淡的道 你四叔有事 等会再来 徐四俭问了一声 和珍哥陪着她去见太夫人 太夫人也问 老四呢 还在忙啊 十一娘点头 三爷和三夫人来了 看见十一娘一个人 奇怪地问 四弟呢 怎么你一个人 她有事忙着呢 十一娘笑着打道 三夫人听了 却哀哑一声 你这是怎么了 眼睛红红的 我眼睛红红的吗 十一娘有些惊讶 我怎么不知道 不信您看看 三夫人拽着十一娘 就要给太夫人看 正好有小妖环禀道 和约来了 三夫人一正 徐令义大步走了进来 太夫人深深地 看了十一娘一眼 笑着受了四儿子的礼 说说笑笑有儿子 媳妇孙子们簇拥着去了 冬慈间吃饭 待把人送走了 就招了杜妈妈来 去打听打听 看两口子是为什么闹别扭 杜妈妈笑着应试 从后门去了 琥珀他们住的后照房 后照房静悄悄的 只有一个职业的婆子 在那里守着 杜妈妈祈祷 这人都去哪里了 那职业的婆子笑容闪烁 都被琥珀姑娘 叫去训话去了 这是为了哪一桩 杜妈妈皱了皱眉 早听说 夫人物力的琥珀姑娘 是一等一的能干人 倒不知道 她竟然还能代替 主子训妖环 那职业的婆子 听着立刻讨好道 谁说不是 又不是什么大事 偏偏她拿着鸡毛当令箭 听那口气 还要碾人呢 怎么一回事 杜妈妈成了脸 职业的婆子 善善然地笑 也不是什么大事 压低了声音道 今天侯爷在夫人屋里 结果杏娥那个小丫头 杏娥你知道吧 就是江喜房 蔡婆子的子僧女 不知道 轻重地闯了进去 说着声音 又压低了几分 看见侯爷 震了着夫人在做那事 说着还朝杜妈妈 暧昧地眨了眨眼睛 一向肃木端宁的侯爷 大白天的 干那种事 杜妈妈只觉得脑子嗡得一下 看错了爸的话 脱口而出 哪能 职业的婆子低声道 要不然 琥珀姑娘怎么把人叫去训话 哦 别说是相信了 就是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杜妈妈脑子乱成一锅粥 您来可是有什么事 职业的婆子是原娘那边的老人 不大瞧得起跟着十一娘进来的人 有些幸灾乐祸地道 要不 我去帮你喊了琥珀姑娘来问话 不要了 杜妈妈有些心不在焉地道 既然她有事 我明天再来找她也一样 说着 匆匆回了太夫人那里 怎样 太夫人见杜妈妈脸色有些不好看 心里也挤起来 她年纪大了 最怕子女们不和睦 杜妈妈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俯身在太夫人耳边说了一通话 太夫人听着目瞪口呆的 你 你没弄错吧 应该没有杜妈妈道 要不然 琥珀怎么连你人的话都说出了口 我就说 今天两个人怎么一前一后到的 太夫人说着就笑了起来 那个还眼睛红红的像哭了似的 丁是被人撞破了不好意思 又打趣到我倒没看出来 我这儿子是个己性子 杜妈妈听着不由体笑皆非 太夫人 您这哪是做婆婆说的话 年轻人 哪里没有个荒唐的时候 太夫人笑着 不以为然的挥了挥手 没事 没事 年纪大了就好了 那边十一娘低着头做着针线 眼睛却不时的缩一下 已在床头大影枕上看书的徐令仪 怎么还不走去太夫人那里吃饭的时候 是自己一个人去的 吃饭的时候眼睛也没有看自己一下 回来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 刚才好言好语的给她倒茶 她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自己已经低头了 她这样躺在这里一声不吭的算是什么一回事 十一娘腹飞着 朝着琥珀使了个颜色 琥珀微微点头 出去提了热水 进来给徐令仪睡了杯茶 就有小丫鬟进来禀道 夫人 乔姨娘那边的秀媛姐姐来问 今天要不要给侯爷留门 十一娘就望着徐令仪 徐令仪像是没有听见似的 眉角也不抬一下地翻着手里的书 十一娘只好放了手中的针线 上前低声道 侯爷您看 徐令仪头也没有抬一下 淡淡地握了一声 道 你打水扶示我烫烫脚吧 意思是 今天晚上不过去了 十一娘还想劝劝她 见她眉宇端宁 只得逼其锋芒 吩咐小丫鬟 去跟乔姨娘说一声 侯爷今天有事 就不过去了小丫鬟 因声而去 十一娘又望向徐令仪 见她眼睛盯着书 连手都没有颤一下 十一娘撇了撇嘴 让小丫鬟倒了热水来给徐令仪烫酒 侯爷不过来了 乔联房未然 侯爷可知道 小丫鬟有些委屈地道 琥珀姑娘先让我等等 后来又出来亲自吩咐我进去回禀 当时侯爷夫人都在屋里 侯爷不说话 夫人还特意上前问了一句 结果侯爷说 让夫人俯使她烫脚 乔联房脸色一下子煞白 立在她身后的绣园 见了立刻从衣袖里 掏了几个铜钱给那小丫鬟 辛苦了拿去买糖吃吧 小丫鬟高高兴兴地接了 朝乔联房屈膝行李退了下去 走到门口时又想起什么 停下脚步 道乔姨娘 我听院里的姐妹们说 今天下午 侯爷搂着夫人做内饰 被姓儿姐姐撞见了 夫人为这事和侯爷发脾气 把侯爷给气坏了 一个下午都没有理睬 夫人哐当一声 乔联房手上就要十样紧的茶钟 就落在了大红折击花的地毡上 滚了几个圈 停在了地章外的青砖上 秀原脸色大变 往上前推了那小丫鬟出去 迟到了 时候不早了 你也早些歇着吧 小丫鬟被推的一个剧烈出了门 不由望着身后晃了两下的 青灰色夹板帘子 骚了骚头 低声嘟脑道 能怪陶妈妈让我走到了门口 再说这句话 话音未落 就听见帘子后面传来隐隐的哭泣声 她想去看看 有想到陶妈妈嘱咐她说完话就走的话 最终还是暗内住了好奇心 一路小跑着去了陶妈妈那里回信 十一娘望着灯光下面容冷峻肃穆的徐令仪 再一次告诉自己 我没错 白日轩盈 本就与李不服 她凭什么发脾气 自己心虚 也不过是位于她的权势罢了 在这件事上 自己没有错 这么一想 心里的郁闷就算了不少 她翻身背对着徐令仪 床头的灯光太刺眼 只好又翻了个身 面对着徐令仪 把脑袋埋在两枕之间 闭上了眼睛 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自己明天要回娘家 要是肿着眼睛 我一娘看了 还以为自己哭过了 徐令仪的手里捧着书 眼角却不时缩着 身边翻来覆去的十一娘 看样子 自己不理睬她 她很不好受 发现她又翻了个身 她嘴角不由流露出 淡淡的笑意来 本来只是逗逗她的 谁知道 却有妖魂闯进来 又不是有意的 自己不也一样眉眼面 再说了 不过和白总管 出去了一趟 竟然等也不等 就自己去了太夫人那里 让有些人看见 岂不以为 两人吵过架了 她有意板着脸 就是想让她心里急一急 徐令仪嘴角的笑意更深了 再等一会 然后和她说话 谁知道 身边的人翻了一个身 半晌没了动静 她错愕 俯身望过去 就看见她面容甜静的 歪着脑袋 已经睡着了 十一娘 徐令仪脸色阴沉 睡着的人鼻息了息 脸在床单上蹭了 蹭 莫言 徐令仪拔高了声音 十一娘 含含糊糊的 嘟闹了一声 脸埋得更深了 第176章 第二天早上起来 十一娘发现 徐令仪的脸色很难看 她要回娘家 决定离她远点 务必平平安安地走出门 有什么事 回来再说 男友媳妇给她梳了个小小的牡丹剂 带了赤金类丝 垂红宝石的布摇 点脆男猪宝姐 玫瑰子二色金克斯 几细窄被子 真姐而梳着双裸剂 带了流淫男猪的猪花 里面白领咬 外面粉红色 克斯使样紧的小 两人亭亭并肩而立 向对姊妹花 妻生子了娘 就直接去公贤胡同了 十一娘屈膝给徐令仪行礼 小心翼地看着她的脸色 徐令仪神色冷漠 和昨天一样 围在床头的大影枕上看书 听到十一娘向她辞行 她抬了眼瞼 看了她一眼 从枕下摸了个小小的 红七秒金匣子递给她 带着吧 既没有说是什么 也没有说是给谁的 可不管怎样 总是她的一片心意 十一娘决定 好好的封城一下 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接了过去 打开匣子 是什么 里面有二十几个八 九分的银刻子 还有十几张 或五十或一百两的银票 她不由一正 徐令仪低头翻书 你会娘家的东西 我已经让白总管准备好了 这些拿回去打赏 你娘毕竟是第一次来 还有心进门的嫂嫂 保情淡淡的十一娘 想到昨天 徐令仪叫白总管来见她 肯定是为了这件事 想到她昨天的付费 有些不安起来 好爷 徐令仪头也没抬一下 挥了挥手 示意她快点走 要不要和她说些什么 十一娘私存着 又怕自己回去晚了 本来就是一个人回去的 有时再晚到 还不知道会被人说成什么 她左右为难 想一想 算了 还是先回娘家 等回来了 再给她好好道个歉好了 她屈膝给徐令仪行礼 好爷 那我先去公贤胡同了 徐令仪的注意力 好像全放在书上 有些心不在焉的点了点头 看什么书 这么出神 昨天好像看的也是这一本 十一娘忍不住伸了脖子 打亮了那飞燕一下 是本左传 有这么好看吗 她忍不住在心里 小小的嘀咕了一下 这才和真姐出了门 虽然没有发现 那个看左传的人 眼底闪过衣 狡黠的笑意 出了院子 真姐很是担心的望着 十一娘 母亲和爹爹 孩子们都大了 家里的气氛不好 他们也能感觉得到 与其瞒着 不如和真姐坦诚相待 孩子们通常都比大人 想象的更成熟 我和你爹爹 有点小分歧 十一娘无奈地笑道 我又急着回娘家 只有等回来了 再和你爹爹 好好说说 真姐点头 她想到了 太夫人私下和杜妈妈 说底母的那些话 不禁犹豫到 是不是为了爹爹辞官的事 又道 我听人说 皇上这样留爹爹 是在试探爹爹 看爹爹会不会真的辞官 要是爹爹辞官 皇上就会真的放心爹爹 要是爹爹不辞官 皇上只怕不会放过爹爹 可爹爹真的辞了官 家里就没有现在的喝药之时了 说着他停下脚步 认真地望着十一娘 母亲 长言说得好 有着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爹爹是永平侯 是这个府里的当家人 顶梁柱 只要保住了爹爹 我们就有机会东山再起 母亲 您别和爹爹生气了 就算家里以后 没有现在的喝药 但那一家人 亲亲静静地过日子 也未曾不是福气 十一娘卧然 真姐竟然在劝她 没想到 她小小年纪 不仅心底纯凉 还有这样的见识 不由露出灿烂的笑容来 真姐你说得对 留着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只要你爹爹平安无事 我们家就不会有事 真姐听着有些奶人 我大方厥词 母亲宽宏大量 不由一般见识罢了 我们真姐真的很见地 十一娘笑着夸奖她 然后向她解释道 不过我们不是为了这些事 有争执 我们是对生活上的一些小细节 有分歧 比如说 我喜欢吃鱼 你爹喜欢肉 所以需要互相调解一下 真姐点头 低声劝道 百年修得同传度 母亲和我们是有缘人 就不要和爹爹计较这些琐事了 看着这样的真姐儿 别说和徐令仪在这件事上 是常误会 纵她有什么错 十一娘也不好和她去计较什么了 真姐说得对 她笑着挟了真姐的手 竟然是一家人 就应该颇此宽容些才是 真姐听着就松了一口气 和十一娘说说 笑笑去了太夫人那里 真哥知道真姐要和十一娘去走亲戚 也想去 十一娘却不敢带她去 怕磕到哪里 或是碰到哪里 不好交代 笑道 我们女孩子去走亲戚 你们男孩子在家里陪着祖母 真哥望了望一旁 笑嘻嘻的许四简 又望了望真姐脑袋就搭烂了下去 十一娘看着不由 笑着摸了摸她的头 等过年的时候 我也带你去走亲戚 过年初二走舅舅 初三走岳父 到时候肯定要带着真哥去罗家的 真哥听着眼睛一亮 却不忘十四简 拉了她道 也带三哥去 我又不是女人 惦着走亲戚 十四简满脸的不以为然 目光却流露出几分向往 我不去 十四琴和十四玉年纪大些 早听出十一娘在糊弄真哥 在一旁只笑 十四琴更是亲自给十一娘打了脸 私审别理她们了 两个愣头亲十一娘笑着和真姐进了屋 太夫人正坐在临窗的大炕上说话 看见十一娘和真姐进来 仔细地问她们离品袋没有呆 拿几个婆子跟车 什么时候回来 十一娘一一打了 太夫人又盯住了几句 路上要小心之类的话 这才让杜妈妈送她们出了门 到了宫贤胡同罗宅 大伯乃亲自在垂花门前迎接 见到十一娘身后的真姐 她眼底闪过惊讶 但还是不失礼节 笑盈盈地和真姐而含声着 上次在韶华院听到大小姐的琴声 惊为天人真姐很恭敬地 给大伯乃行礼 舅母夸奖了十一娘却很奇怪 照道理说大老爷把家里的人都带到了燕京 算得上是一家团剧 又是特意请了他们这些出嫁的姑娘回娘家吃饭 应该热热闹闹 喜喜庆庆才是 怎么那些妖怪婆子的脸都绷得紧紧的 大伯乃的笑容也有些勉强 面头一闪 她心里咯噔一下 忙拉了大伯乃的手 大嫂 家里可是出了什么事 大伯乃看了真姐一眼 欲言又止 真姐是个极会察言观色的 可这是罗家 她就是想必也没个必的地方 只好低下头去 十一娘却没有瞒她的意思 用人不宜 宁愿不用 既然和真姐交好 用不着躲躲藏藏的 何况真姐是个很懂事 贴心的孩子 大嫂有话只管说就是 她担心是我一娘 大伯乃见她问得起 想着等会总是要见面的 苦笑道 年的病情又加重了 怎么会这样 十一娘有些目瞪口呆 前几天我派人来问 还说好的七七八八了 过年的时候就可以下床了 怎么突然又加重了 大伯乃真要说什么 有马车得得得的驶过来 是四姐夫于怡亲和四娘来了 她朝着十一娘 歉意地笑了笑 忙迎了上去 大家见过李 雨亲应有真姐在场 忙碧去了罗振兴屋里 四娘则拉着真姐的手 唇赞了一番 然后众人一起去了正屋 六姨娘带着十二娘迎了上来 十二娘比在渔航的时候高了 渐渐退了志气 有了小姑娘家的秀丽 十一姑奶奶六姨娘热情地和十一娘打招呼 又吩咐十二娘 还不拜见你姐姐 十二年有些腼腆地上前给十一娘行了礼 十一娘拿了一块翡翠玉牌出来给她做见面礼 又将太夫人的男猪猪花衣并递给她 这是太夫人的心意爱啊 这怎么好意思 六姨娘带着十二娘屈膝给十一娘道 还让太夫人破匪 一点小意思 不成敬意 十一娘客气了一番 六姨娘又领着十二娘给四娘行礼 四娘拿了一串琉璃手串给十二娘做见面礼 十一娘把真姐引荐给十二娘 一个有着江南女孩子的温婉清美 一个有北方女孩子的大方从容 站在一起 如秋菊春兰各有千秋 两人小姑娘互相行了礼 都从对方的眼睛中看到了欣赏的目光 而六姨娘知道真姐是永平侯府的大小姐 笑容比刚才又轻热了几分 给了一串掐丝发廊手串给真姐做见面礼 真姐而恭敬地谢了 一行人去了大太太内室 十一娘一眼就看见了拖着茶盘立在大太太床前的五姨娘 时光对她好像特别的宠爱似的 虽然有两年没见 她不仅容貌没变 而且神态间已改以往的怯懦 发有了一种平和淡然的神韵 让她显得清雅出城 比以前更加漂亮了 我一娘也看见了女儿 她穿戴华丽 面色红润而有光泽 眉眼间再也没有在罗家时的锦小声微 取而代之的是承稳自信 淡定从容 好像自己不过眨了一下眼睛 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 我一娘的眼泪一下子全涌了出来 十一娘 一娘 十一娘也泪淫于解 屋子里突然就传来如老鸭般嘶哑的叫嚷声 十一娘吓了一大跳 顺身望过去 就看见靠在床头大影枕上的大太太 她正瞪着一双大眼睛 目光凌厉地望着她